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菲利门书主要是保罗写信给 在哥罗西的菲利门 他曾经带领菲利门信耶稣 所以在开仇的时候 保罗就称赞菲利门 他在属灵上 令到保罗很开心 接着保罗就提出一个请求 就是请求菲利门接立 一个他在罗马带领他信主 而又悔改的奴隶 阿尼西谋 这个就是一本书最重要提出的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本书 一起来到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打开菲利门书 叫我们明白神力的心意 透过保罗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 去怎么样处理他属灵的儿子 菲利门 还有菲利门里面有一个奴隶 阿尼西谋 他怎么样得罪了主人 后来逃到罗马信主耶稣 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令伯作为为父的心态 保罗如何建立这个曾经犯罪 又后来信主 生命得到改变 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 阿尼西谋 祝福我们以下一切去探讨 这段经文你自己的心意 祈祷奉耶稣祝福得圣的名 阿们 问候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同弟兄提摩泰 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 阿肥亚姐妹 和我们的战友阿基布 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 愿因为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 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肥利门的爱心和信心 我在祷告中 我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 因为众圣徒的心 从你得到书场 保罗为阿尼西谋请求 虽然我靠着基督 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 可时将我这上了年线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困所中所生的儿子 阿尼西谋求你 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肝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所中 替你示后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见 我不愿意这样做 好思你的善行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自愿 他暂时离开你 也许是要让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隶 而是高过奴隶 是亲爱的弟兄 对我确实如此 何况对你呢 无论在欲身或在主女 更是如此 所以你若以我为同胞 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他若规付你 或欠你什么 都算在我的仗上吧 我必尝还 这是我 保罗亲不舍的 我并不用对你算 甚至你自己也亏欠我你 弟兄我 希望你使我在主女 因你得益处 让我的心在基督里 得到书场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须服 知道你所要做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 还请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藉着你们的祷告 必无恩 会到你们下里去 最后的文案 为基督耶稣 与我一同坐监的 以巴佛问候你 我的同工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 与你们的灵同在 腓利门书 其实是一本推荐信 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 他认识到一个人 这个叫做阿尼西谋 阿尼西谋 他在主人那里 可能偷了东西 然后逃走 最后去到罗马 保罗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个人 并且带着他信主 发现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亦发现他是他曾经带领 信主的腓利门 他的奴隶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 叫阿尼西谋 带这封信回去 帮主人求情 希望主人能够接立他 而保罗很强调 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 这个的腓利门 都欠了他福音的债 他都很盼望腓利门 可以重新的接立阿尼西谋 让他的生命 重新被接立 和建立将来更大的被主使用 其实在很多历史文献里面 阿尼西谋 最后成为以忽所的主教 所以我们看到这封信很特别 就是如何帮助一个奴隶 他成为基督徒 最后他成为主所重用的人 这一卷书很值得我们去看 保罗怎样推荐这个人 保罗在这个腓利门书 为我们树立一个比好的熟灵的榜样 第一件事他就打破了这个阶级的观念 他带领了这个阿尼西谋信了主之后 他当他是他的熟灵的儿子 亦都当他是他的弟兄 但其实在社会的阶层里面 他是一个奴隶 是一个奴隶 是一个奴隶 他为他写了封信给他的主人 虽然阿尼西谋是偷了主人的东西 但是保罗和这个腓利门说 即是阿尼西谋的主人 他说你可不可以截立他呢 成为主里面一个弟兄 其实阿尼西谋最后 是因为他的主人重新截立他 慢慢的也都得到保罗的帮助 又相传说他成为了以忽所的主教 他就正正是打破了奴隶 在一个家庭里面 永远成为一个低赤的人的一个角色 保罗在这里都算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虽然他带领了腓利门 他信主 无论直接或者间接 他都带领了他的太太和孩子信尊主 所以在属灵上面 他们是欠了保罗的 保罗在罗马带了他的奴隶 伯人阿尼西谋信了耶稣 本来他可以留这一个人在他身边 服侍他 又当是这个腓利门还回他的东西 但是保罗真的没有这么做 他要腓利门重新的 折留这一个的仆人 而且他不想佔有他这个仆人 因为当时这个文化 就是仆人或者奴隶 就是主人的产业 保罗不想一声都不出 就留下这个仆人来服侍他 他宁愿猜他回去 然后跟这个主人说 如果你愿意的 当然你可以这么做 但我呢 就不会私自做这一件事 我是尊重你的决定 虽然你也是怯我的 所以其实这封信虽然这么短 其实保罗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基督里面 不应该有阶级观念 和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者 应该不断的提睺 一些后辈 甚至有人犯了罪 只要他愿意悔改 保罗也愿意帮他承担 最后保罗是不想佔人便宜的 虽然这个腓利门 都在属灵上欠过他 但你要知道如何尊重别人 保罗为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透过这么短的书信 愿神都能够祝福你 效法保罗一种为父 一种爱弟兄姊妹 爱神爱人的美好榜样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愿你与人分享信心的时候 能产生功效 让人知道 我们所行的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腓利门书一章六节 腓利门书之后 柳振平牧师会用药汉福音 和大家一起灵修 大家继续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